這邊這一行 需要參考 那這一行其實我們有寫出來在哪裡呢 我把它寫在header裡面 因為這個就一定要寫在header裡面 來就是在 在這裡第一行 來這一行就是這一行 好 所以它一定要認得你的 XFVML的tag 好 那認得之後呢 還需要什麼動作呢 再來就是在body裡面 就是你要使用 你要使用那個 你在外部要使用一些 要使用這個XFVML的tag之前呢 你可能要這一行 去執行這個script 然後一樣最重要的就是這邊 要做initial的動作 要把你API key放進去 然後讓這個 XC receiver來做啟動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cross domain的技術 那一樣 講過100萬次 就原理的話 就倒帶去看 看上次的這樣 好 那這邊我寫在哪裡 我就寫在 寫在這裡 好在這裡 嗯 不是這裡 在哪裡 好 就是 喔 我想起來在 我寫在 因為這個 這個就不要寫在head裡面 這要寫在 你的body裡面 那body哪裡 你可以自己選 那我就寫在下面這裡 那這幾行 這裡 這裡 這一行 還有上面這一行 那上面這一行 那這邊就是 你要照他的要求 要在body裡面寫出這些東西 寫這個 還有這個 好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順利的使用你的 XFBML的tag 好 那 一樣 你寫一個網頁 你可能需要用到 XFBML 那你可能還會需要 用到 Facebook的API 那 剛剛那個 這裡 這裡 一樣 這樣我也是使用 官方提供的 PHBA library 在這裡 好 這個可能很熟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 寫過一次了 好 那其實很簡單 我只是寫著一個 Facebook的物件 然後 去抓取 已經登入了這個使用者 好 還有這個使用者的資料 那抓這個使用者資料 這抓什麼呢 User's GateInfo裡面 我抓的是 Music這一項 就是看他喜歡聽的 是什麼音樂 好 所以我們現在隨便來做一個翻例 好 那這邊我沒有 測試一下他有沒有做登入的動作 如果沒有登入的動作呢 我們顯示出來的呢 顯示出來的就是這個 登入的按鈕 那如果沒有登入 他會去幫你導向 向你去登入 這個明明就Demo過 好 不重要 那為什麼我不用填到密碼去登入呢 因為我這邊 我剛剛已經登入過 對不對 所以他一樣 他因為有Cross Domain的技術 所以他可以去讀取你 這個Demo面下面的Cookie 那些東西 來測試你有沒有登入 好已經登入了 他直接幫你轉到登入 好 那因為我沒有喜歡音樂 所以這邊是空白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已經做好 登入的動作 那如果我要登出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登出的按鈕 為什麼會有這登出按鈕 因為 上面那邊已經有做好判斷 就是 這邊已經做好判斷 就是如果 如果你沒登入的話 就顯示那個按鈕出來 那如果你已經登入的話 就顯示出你喜歡的音樂是什麼之類的 那 一樣這邊都有用到 來這邊 這邊都有用到一些 XFVML的tag之類的 好 所以就 大概是這樣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要怎麼實作 那 嗯 基本上不會非常的難 因為就 就像剛剛一樣 就是照這個步驟 好 這步驟其實他就到這裡 你就可以開始做你的 Facebook Connect的層次 那 Facebook Connect的話 因為是在外部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FVML 你可能 就要比較大量使用到 XFVML 來跟你 跟Facebook做結合的動作 那至於 為什麼今天講 就是 其實都只是講非常簡單的 一個API Library 兩種的API Library的 示範 還有一個Facebook Connect的示範 那都只示範 一兩個功能而已 因為我覺得這個 第一個 就是大家可能要常注意到 那個Road Map 就是 你今天可以用的tag 不代表明天可以用 你今天能用API App 在本明天它不會改變 所以可能 你作為開發者 你可能實時要去更新 還有 再來就是這些工具在手上 你要怎麼活用它 來豐富你的網站 或豐富你的應用程式的話 就是一樣靠大家創意自己去發揮 所以今天就 主要就是帶領大家 熟悉一下 怎麼安裝 怎麼上手 怎麼開始寫 好 那這個大家會的話 就可以開始 開發自己的 應用程式 好 所以我今天講的大概就到這裡 快速通常才太高興了 好 好 就到這裡講完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切掉呢 按這個嗎 好 那大家就 Goodbye